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关键下一秒 那今天台北股市应该 最后是小涨没有错啦 涨了15点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对于这样的结果 应该有一点失望 怎么讲 在今天早上 我相信你那个早上起床的时候 大部分都会看一下国际股市 结果你看到今天的国际股市 美国股市 昨天通通都是呈现大涨的 涨一%都算少的 然后报纸又提到说 这个地方所谓的一个热钱回流的一个效应 大家都会觉得说 今天行情应该很有机会 对不对 结果呢 今天早上开盘 最高来到8719 重回8700点之上 结果所有收盘他却只有涨了15点 好所以谢老师要问观众朋友 今天美国股市大涨 你早上追股票了吗 谢老师这样子问 其实你可以问问看你自己 你今天早上做的是什么动作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追股票 对不对 因为看到利多了吗 但是谢老师今天不是这样做的 我今天选择的是在开盘的时候 先获利出股票 回来再做一个承接的动作 好那你会说谢老师 你怎么知道今天会开高走低 谢老师没有那个预测的能力 只是我们对于行情 我们都事先规划 观众朋友你记不记得我昨天在节目里面 跟你讲什么 我还特别把那个 跟你提到的这个操作重点 我还特别把它框起来 对不对 我昨天提到什么东西 我说拉高不追 拉高不追 押回要找买点 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我觉得不会像一般的分析师讲说 股票就涨多了怎么样 我觉得讲这样子太笼统了啦 你必须要有一个操作的依据嘛 对不对 所以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跟大家提到的是说 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小时线的一个技术面 他比较不会顿化 因为这个时间是很短的 所以因为昨天其实已经看到 他已经来到超买区了 对不对 所以你开高的过程里面 你说到底应该怎么做 你明明知道他会做修正 所以今天网上开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该买股票还该卖股票 你这时候回头过来看 当然是应该卖股票嘛对不对 好但是你看到这个部分 不是看到第一个小时 收出了一根黑黑棒 才知道要卖股票 谢老师今天早上9点半之前 我就开始做一些持股的获利了结 好但是你听到获利了结 你也不需要紧张 这个不代表行情会大跌 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跟大家讲过了 其实你看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每一次来到相对高档 当你看到红色就是80以上的时候 他就会做回档对不对 这一波回了367点 这一波回了93点 那这一波应该要回多少点 这个东西不能用猜的啦 有时候你必须要跟上我们的一个节奏 跟上我们的一个操作逻辑 你才能够把握住最好的一个时间点嘛 所以原则上谢老师要跟大家提的是在于说 在回补缺口之后的往上走高 他通常会回来原本这个位置 所以你说这一波回测到什么时候去做满足 不要猜 你就跟着谢老师同步来做一个进场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提到 我说其实操作它不是只有多与空两个方向 你如果说单纯我们认为说这个行情 你问谢老师看多来看空 我告诉各位我看多 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卖股票 因为操作它不是只有多跟空两个选项 更重要的是你那个时间跟节奏 那时间节奏哪里来 你当然对于行情你必须要先做规划 好所以这个部分简单讲到这里 回撤你要找买点 但重点我知道这样子讲观众朋友 没有办法取信于观众朋友嘛 你会说谢老师你今天真的有卖股票吗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卖的什么样的股票 这档个股是我在4月12号的时候 当时我带我的会员朋友去做买进的 当天买进当天股价公道涨停办 但前几天我已经告诉你说 我要找买点做切入 然后到了今天 这档个股我们在9点16分的时候 我们做获利了结 来讯息在这个地方 谢老师讲话都是有依据的 你看这个部分 这是9点16分对不对 9点16分 宜特挂价127块半获利出清 你说老师5块半很少呢 对啊但总比你都没有出 今天股价跌下来 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可惜对不对 而且我也告诉各位了嘛 今天出股票不是因为我 看坏这个宜特后续股价的发展 因为你知道谢老师找一档股票 其实都要花很长的时间 来做研究 我们做出这档股票原因是因为 台北股市今天会修正啊 而且明天继续修正的机会其实很大 所以你看到这个部分 我们先把它获利出场 这个其实是进可攻退可守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今天回档完毕之后 我可以把那个抽出来资金 我继续买宜特对不对 或者是我拿来买其他准备发动的股票 这个是不是叫进可攻退可守 所以我告诉你呢嘛 操作它不是只有多跟空两件事情 它重点在于规划 所以观众朋友你很多人看谢老师的节目 你说老师我看你的节目就会赚钱啊 我干嘛要加入你的会员 但是你稍微想一下 有时候那个细节 它就插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好那另外 除了这档个股之外 我今天还出了另外一档股票 是这档个股 这档个股叫做勤美 这个是我过去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所提到的 那我相信观众朋友 你都还记得吗 我们过去在操作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陆陆续续做进场 然后开始也是一样 陆陆续续做出场 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出场的一个部分 我们应该先看一下 我们进场的一个位置 这个是我在3月25号 当时节目里面开始跟大家提 然后同时我去做进场的动作 这是勤美28.75对不对 然后后续在30.5元做加码 然后后续在这个29.35元再做加码 所以我有三笔单 然后这个出场的一个部分 我先在33块 我先做了一笔获利出场对不对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33块的时候 我先做了第一笔的获利出场对不对 然后今天我们出第二笔 也就是29.35元的这一笔 这一笔呢 从29.35出在35块3 你看 9.25分 这个基本上这个是9点半之前 所以谢老师没有乱讲 那基本上以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你看29.35到35块3 观众朋友去想一下 你如果平常 平常你如果做 做30几块的股票 你如果一次都是买10张的 那到底赚两成应该多少钱 6万块吗 对不对 你如果平常是买20张的 这个也将近大概10万块左右的一个价差 所以幅度你自己去算 反正你就去套入 你到底平常30几块的股票 你会买多少 那这个就是两成的幅度 那当然我跟大家讲过嘛 我不介意你用融资 但是你如果融资的话 又是2.5倍嘛 你自己稍微去算一下 好 但是这个部分 我出股票 当然其实我刚刚跟大家提到了嘛 这是一种策略性的一个出场 重点在规划 因为我认为这个行情会回档嘛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我出股票 接下来要接股票啊 那重点是观众朋友 要接什么股票 这个才是重点嘛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我们今天花比较多的时间 来跟大家谈哦 到底接下来你应该着重在哪个方向 然后我知道因为过去有很多节目 看我三立的 那个节目的观众朋友嘛 你知道夏老师的习惯是 有重大法说会的时候 夏老师会在节目当中讲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部分 台积电跟大力光的法说会 我们留待第二阶段的节目 我再来跟大家做分析 我们先来看这个时候你要看什么样的个股 这个个股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这个部分 这个是你在我测标可以看到的 这个叫做费城半导体指数 对不对 昨天股价涨最高 然后来到四个月的新高 他昨天涨了2.3% 那我相信观众朋友你知道 台湾最重要的 这个权重都分布在哪里吗 电子股嘛对不对 那电子股跟谁做联动 费城半导体对不对 我知道你会讲说 老师可是你刚刚不是讲说 美国股市大涨 台北股市要压回吗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那个不一定是城镇相关吗 没有错啊 因为台北股市的压回是技术面啊 然后美国股市的上涨 是他在反映他的基本面啊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怎么看 基本上半导体指数里面 他有他的成分股对不对 所以你要看涨什么样的股票 昨天涨幅第一名叫做美光 那美光的部分涨6.98% 6.98%的部分 那原因是什么 我们稍再跟大家提 但这个地方重点在哪里 昨天有一个族群 普遍来讲表现很整齐 一般来讲半导体里面 他分成大概三个主轴 一个叫做晶元 晶元相关 包括像是这个晶片组的设计 像Intel啊 像是晶元代工 像台积电的ADR 或者说像是这个功率放大 这个IC设计的部分 这个基本上都是你很耳熟能详 另外包括半导体设备 包括德州仪器 包括应用材料 这个其实你都很熟嘛 对不对 好但是昨天 你如果每天看 你大概就会跟谢老师 有一样的感觉 你已经很久没有看到 IC设计股 他表现其实很整齐 这家公司叫做恩智浦 那从年初以来 他股价从低点61.61 涨到昨天创波段新高 是85.45 涨了38.6% 好那讲到这个部分 观众朋友你会 还是满头疑惑啦 你说老师 恩智浦是什么东西 没关系 这档股票你如果不熟 另外一档股票 你一定非常熟悉 因为这个常常出现在 国内的媒体上面 每次讲到这一档股票的时候 都会带到一档股票 叫做联发科 这家公司叫高通 他是全球通讯晶片的龙头厂商 所以你看这个部分 这个波段他涨了26.7% 对不对 他没有恩智浦涨了这么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昨天的股价 他是拉高之后 横盘整理 昨天突破底型的一个整理 往上攻击 所以这个是一个转强的讯号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部分 肺半创高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以国内来看的话 刚好在我们公司旁边 有个叫做春季电脑展 今天我不知道 有没有人跟你提这个话题 大部分是没有 因为大部分的分析师 都要看到那个媒体登出来之后 他才知道怎么讲 对不对 但没有关系 这个部分 夏老师先跟大家去做预告 就在我们公司旁边 所以我们有请研究人去看一下 今年的主轴在哪里 三个部分 既然叫春季电脑展 他当然第一个 他一定会有NB 这个不用讲 那我知道你要讲什么 台积电法说会讲一些东西 我稍微跟大家提 然后行动支付 然后包括了VR 这三个部分 那如果把这两个事情综合起来 你就知道 这其实是IC设计的机会 那你说IC设计到底要怎么看 我们先来看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叫联发科 所以一定要提的 因为高通 你提到高通 你就一定要提联发科 观众朋友 你记不记得我在 过年后开完开红盘的第一天 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提联发科 当时我怎么讲 我说这一档个股 你看当时大家都认为台北股是开红盘会大跌 对不对 好那当天其实没有大跌 不过联发科的部分 他是开盘就往上了 所以当时我跟大家提到 我说200块这个关卡 200块这个关卡 他测四次他没有跌破 对不对 所以我就告诉你说 这是他的底部 然后果然他就从这个位置开始往上涨 那最低点是193.5 一口气涨到265块 涨了36.9% 好但涨36.9%之后 最近期在回档啊对不对 好但是技术面当中有个叫做黄金切割率 对不对 那回档0.5%这个叫中极 这个正常的一个回档嘛 那回档到这个幅度 他其实大概是200 我不能说我不能讲啊 反正就在这条线这个部分 那回档到这个位置之后 你看有跌破 但是他在今天他在两天之内 他立刻又回到这个位置之上 所以原则上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时间点你联发科你风险很小嘛 对不对 因为你看他现在在这个位置之上 你如果真的要你但是担心的话 破了你就把它凸掉就好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没有破 会不会展开另外一波 往上攻击的行情 我觉得这个是观众朋友 你要去特别留意的 那另外包括了 像是我刚刚提到的 这个股票虽然不能够算是 IC设计 但是我觉得他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我刚刚讲了美光涨了6.98% 对不对 那涨的原因是什么 涨的原因很简单 昨天公平会通过一件 不是投审会不好意思 不是公平会 公平会是凭那个消费者 纷争的 投审会他通过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美光要并华雅科 这件事情成真了对不对 他确立了他通过了 好那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效应 什么样的效应 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春季电脑展 对不对 要不要用到记忆体 理论上要啦 不论你做手机的也好 你做Notebook的也好 你做一些储存 你做这个消费性商品 你都需要用到记忆体 对不对 不论你是原本的标准型 DRAID 或者是你是立基型的 比如说Mobile RAID 你都要用到嘛 那既然是这样子 第一个对他来讲 会有激励的效果 第二个是在于说 他把股份出给 他把华雅科的持股 出给美光 观众朋友 这个事情要不要认列 要嘛 我把股票卖掉 难道不用认列吗 我最最重要的一个子公司 我把它出掉 难道我不用认列吗 当然要嘛 对不对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观众朋友 这个认列会出现在什么时候 这个认列 第二季通过了 理论上最快来讲 就是第二季啊 对不对 那既然是这样子 认列之后 我还是先跟大家提 市场给他的本益比 不会太高 但是你也不能够低的离谱 如果他这个认列下去 多少钱我不能够算 这个要给公司来做公告 当然我们自己有评估 但是我认为他这个价格 他是一个很低的价格 所以我说这个地方 这个时间点 原则上礼拜五大概 礼拜五指数大概 不会表现太好了 这个部分还是要 至于回档做修正 但是这个时间点 你就要开始去布局 这个所谓废办创高 加上春季电脑展的一个股票 因为这个时候 你唯有先进扛卡位布局 你才不会错过获利的机会 我讲一句实在的 例如说像是这档个股 也是IC设计 对不对 F是新 对不对 这档个股 基本上当时我们跟大家讲 没有人家相信 我们二月底三月初 开始跟大家提 结果你看这档股票 当时三月十号 我来告诉你说 第一季开始 那个最低点 就会出现在第一季了 因为第一季末 就会重启需求了 结果你后来看到了 他三月份的营收 创历史自高 对不对 所以你回头过来看 这档股票 4月11号涨停板 4月13号涨停板 一路到今天 这股价其实大概已经涨了两成的幅度 这个月份 他就涨了两成的幅度 所以你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观众朋友 如果你当初没有进场卡位的话 你是不是就错过这样子的机会了 对不对 那我必须要跟大家提 当然今天股价涨上来 我们还是有一样 我们有做一点调整 我先跟大家提 今天我们把这个市新 成本最高的那一笔加码单 我们去做获利出厂 这个原因是因为 他今天的现行走的稍微比较不好 但是我想无碍啦 就是说39块 出不在42块4嘛 我想这个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我想要保持那个资金的灵活运用性 所以我刚刚讲过了嘛 出股票 如果跌下来 你要把这个股票接回来也可以 你要去做其他股票也可以 对不对 那其实今天这样子的一个题材 他会带动非常多的IC设计 但谢老师刚刚讲过了 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提 大力光跟台积电的法术会 所以没有太多时间跟大家提 我只能跟大家讲 备办创高家春店展 这个是布局IC设计的好时机 至于说你要布局 什么样的IC设计 要买在哪里 我希望观众朋友 你可以跟上我们的脚步 不要自己去做猜测 今天最好的范例就是 当所有人都带你在早盘 追股票的时候 谢老师是带你卖股票的 为的就是下来的时候 我们要去做承接 这个才叫做操作 所以你要跟上这一波 IC设计布局的好时机 请你广告当中 播个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个联络 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除了法说会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个股值得 你都特别留意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那今天当然最重要的事情 在台积电跟大力公的法收会 对不对 那因为你知道过去谢老师的习惯 我们会 因为那时候是live的节目 所以我会在 节目当中讲的稍微比较详细一点 就是那关于数字的部分 但是因为这个时候 我相信你应该看到很多媒体 大概都已经讲了 他今年的这个第一季表现怎么样 然后他对于后续的展望怎么样 所以我们就直接讲结论 台积电的部分 第一届财报不好 这个符合预期 我跟你讲过 就是他的营收是创下 优于财测 2034亿对不对 但是他的获利为什么不好 因为毛利不好 毛利不好原因在哪里 毛利不好的原因在于 台南大力政 那时候有报废一些 一批这个金元 然后包括了台币升值 这个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提过 我说一定不好 但是重点是在于他的展望 对不对 那展望的部分 他下修全球半导体今年从2%到1% 但是他认为他自己公司 因为今天张忠盟没有出席 是由刘德英跟这个 共同执行长两个去做出席 所以这个部分 他还是维持5到10% 全球1%他5到10% 所以他优于同业 原则上这个也符合预期 对不对 好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结论在哪里 过去这一波涨什么 我讲过了嘛 展望好不好这不用讲嘛 今天你看到了对不对 好但是往上上来之后 为什么今天要法说会了 今天收十字线 你说有人在担心法说会不好 不用担心全世界都知道 他到底要讲什么嘛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会这个时候 会开始收十字线 因为股价已经先动了 因为股价已经先动了 所以股价先行反应的状况底下 明天不一定会涨 好那回过头来 你说会不会影响到半导体产业 我刚刚讲了 你要看影响到什么样的股票 他对于NB的展望其实是 他认为今年的衰退幅度 稍微会比较大一点点 但是我讲过啦 这个部分你要看公司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说 你布局IC社 所以我才讲了嘛 你要跟着我做嘛 因为你如果自己买的话 你如果买到那个不对的 哇那个可能股价不仅没有涨 还会往下哦 我觉得观众朋友这个你要注意哦 所以原则上我们刚刚也提了 大概明天大盘大概不会太好啦 他都要修正跟技术指标 然后台积电大概也会休息 所以我们先跟大家提哦 但是休息你反而要趁着休息的时候 去买股票啊 要不然哪时候才要买股票 难道等涨上去了才去追吗 不是嘛对不对 好那我们再来看大立光 大立光 乌漏偏逢连夜雨啦 新厂也出问题对不对 然后营收也表现不好 最近大立光的新闻 其实还蛮多的 但是我一样跟大家直接讲结论 那第一季表现不好 重点是在这里啊 四五月营收持平 看不到成长力道 好所以基本上这个部分 我应该这样讲 他会影响到 他这样的消息出来 他第一个他只会影响到他自己 因为他毕竟这个部分 当然第一季的营收衰退 这个大家早就知道了嘛 因为你看二月份 三月份的营收你就知道了 但是因为苹果 现在股价他还在相对高档 所以基本上这个部分 你苹概股还有调整的机会 观众朋友这个 这里跟这里不一样 因为你记不记得我当时在 这个1月6号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 这个时候你自己如果有苹概股 你要加码操作对不对 你才会上来嘛 好那这个部分我讲过之后 这个时候跟这里不一样 原因是因为 这里开始要等 iPhone7的备货了 iPhone7备货不会在 不会在五月六月 它会在七月份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会有空窗期 那因为苹果还没有跌 所以苹概股 其他的苹概股 你还有机会做调整 但这两个股票 可能就会稍微比较弱势一点 我觉得观众朋友可能要 先注意这个部分好不好 好那这个部分讲完之后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提 当然IC设计是一个主流 那我觉得观众朋友 可以先布局 但是这个时候 马上就有机会往上攻击的 一定在这个族群嘛 对不对 昨天 Redis昨天股价是又创下的波段新高 那这个部分基本上 我们在之前跟大家提到华汉 对不对 那这两个股在今天股价要押回 大家就讲说 这股票是不是没有了 没有啊股价押回他做领头羊 你不能够跑马拉松 你不能够一路从后面追不上 后面就放弃了 你知道吗 你总是要等人家一下嘛 所以今天华汉押回来 还在等相同的族群往上做带动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跟大家提到这一档股票 他今天股价就涨了1.2元 50几块的股票涨1块2 这个不算是小幅度了吧 对不对 而且他今天收在相对高 他跟大盘不一样 好所以这档个股 去年比前年好 今年会比去年好 所以这个机会我觉得 观众朋友你要把握 那不仅仅是工业电脑 这一档个股 包括我们刚刚所提到 费城半导体 他所带动的费半创高加春电展 布局IC设计的好时机 你要怎么布局 这个时候不是所有NB 刚台积链讲了嘛 今天NB会刷掉比较多 不是NB相关的一档子打翻一船人 那NB有 行动支付有没有 VR有没有 这个地方你要怎么做 不要自己单打独斗 如果你不知道 跟上谢老师的一个操作 广告当中 撥个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员联络 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